本來決賽的行為就是實境跟自由比試就是 比較是我們兩個擅長的 所以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就是盡情享受比賽 復賽完之後就盡全力 然後只要不要失誤 其實我覺得我們真的可以期待 他比賽的時候會比較緊張 所以我就想說平常訓練的時候就是 跟他想說多放鬆鬆 就是不要給你太多壓力 像剛剛每次我在練習的時候他都會跟我說 然後全世界都可以背叛 只有我努力不會背叛 所以我就一直練一直練 我很想我們的成績不錯 他們真的很認真 這個看的人不夠金牌也不夠 我們永遠記得2017世大運 是我們三個一起拿金牌 然後再次看 我們下期見 或多次看 是我們的走努力 還有我們 •我們OK